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延续攻略追完了,带流下了一个楼生门,网友们乐意纷纷,为何前楼要杀人春旺时,太后极力反对,和亲王红州谋反失败,季后断霸,而背后真正的主谋, 正是皇后身边的太监袁春旺,魏英洛派小泉子到太行山调查,袁春旺到身世,说到太行山时,袁春旺和太后的表情十分精彩,一直自恋是永久姿生子的袁春旺,因遭受不公平待遇,才一直搞事情,报复乾隆,太后,皇后,袁春旺的身世,太后大手一挥,先帝根本就没有姿生子, 袁春旺当时就崩溃了,一直以为自己是皇庆国妻,没想到自己是突费与龙家女的私生子,可既然袁春旺不是先帝私生子, 可为何乾隆要将他灵池除此时,太后却软下来向乾隆求亲呢,同为皇帝亲手足的和亲王被刺死时,太后可一句话都没求过情,要知道和亲王是在太后身边抚养长大,相当于养母了, 袁春旺真是真迷,成为本剧最大的罗生吗?甚至有网友觉得袁春旺是桓桓,和果郡王的私生子,大哥,你们传戏了吧,真桓传和言喜攻略,压根就是两部戏啊,而且这两部戏纯属杜传,如有雷同,纯属巧合,大结局播出后, 很多网友跑到袁春旺的扮演者王茂磊微博下囚剧透,王茂磊在微博中透露,袁春旺的的确确是雍正私生子,有网友认为,袁春旺是雍正私生子, 那岂不是证明当年前是夫人,没有穿着雍正的亲王服以开土,诶,那也不就是证明了太后杀莫独子的事实,太后不杀袁春旺,那么推断袁春旺,仍是雍正玉龙家女的私生子,反向证明当年前是夫人,没有穿着雍正的亲王服以开追兵,怪不得将龙最后看着太后的眼神非常复杂, 是不是察觉了真相,但有网友分析道,太后不杀她,暗示她是皇上的私生子,也可以证实之前太行山编造的故事的真实性,证明了前是夫人的确是替雍正摆脱土匪的追踪而受到侮辱,否则,太行山的故事就是编造的,至于事实究竟如何,还只能安于正了,前有耳青,后有袁春旺, 中间还有纯飞和顺平挑过,延续攻略播出后,四人收获了恩多刀片,在我未攻狂二中,耳青和袁春旺还饰演皇帝皇后,是一对C皮,网友挑战道,求你们在一起别过海的人了好吗? 耳青的扮演者苏青求生欲一直很强,一直在微博中的是耳青,同样原春旺的扮演者王帽类,求生欲更强,近段时间来的微博一直在的是原春旺,可仍遭到观众们的怒骂,最后还是被网友们骂得瓜评论,都8012年了,网友们还这么人气不分啊,各位观众,真对角色可疑,不要上升到演员啊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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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